男人名叫本杰明 他是一位在国外最大的视频网站上有几十万粉丝的英国旅游博主 也是和光头博主一样的印度黑 一路走来一路黑 连续喷了印度五年 这次这位把印度喷得一无是处的英国博主来到中国了 和光头一起 再加上上次印度之行不敢带的小女朋友 这次来中国也带来了 他在西方媒体上了解到有的说中国好 有的说中国坏 为了彻底了解中华文化 他申请了长期签证 却不想到中国的签证办理过程如此困难 经过多次失败和拒绝 博主在越南待了一个月才办理好签证 中国对外国来讲很是神秘 这样博主的小女友卡特琳娜很是激动 刚进站台的博主就表示 越南的火车外表就甩隔壁三个十条街 刚进车厢博主就傻眼了 想不到越南居然有如此豪华的火车 博主对这个五星级包间很满意 有隐私空间 还有水果零食 更有舒适枕头 暖心靠垫 最主要的是这么豪华的包间才65英镑 就连她的小女朋友也赞不绝口 显然她高兴得太早了 直到睡觉 博主才体会到什么叫再好的火车 也抵挡不住隔壁光头的酣睡声 拿熬的一夜终于过去了 第二天早上五点半 列车员给他们端来了咖啡 博主睡眼心松抱怨隔音效果太差 不光有打酣声和冲厕所的声音 还有人们交谈的声音响彻整个车厢 让他们一晚上都没睡好 不过博主表示怎么也比印度强 好吧 博主是走到哪里都忘不了印度 很快就到了下车时间 一晚上没睡好的博主 他们本想步行到中国 却不想十分钟的车程 需要一个小时 博主果断花费50块钱 叫了一辆出租车 刚下车他就看到很多本地人 在给很多前往中国的游客兑换人民币 虽然方便 但是兑换的汇率可就由他们说的算了 他就看见一个外国大爷和本地人 因为被坑了15英镑的事情冲突 好吧 光头不想告诉你 小编告诉你 他被骗光了 所有的钱坐了出租车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博主说越南边境也存在很多骗局 这让他想起了在印度被骗的经历 所以这位博主黑了印度整整五年 不过他这次比较聪明 成功兑换了人民币 虽然没有查询兑换率 被坑了4英镑 却无伤大雅 经过几小时的入境手续办理 博主终于成功进入中国境内火车站 正如他在网上看到的那样 一尘不染 现在他要乘坐火车前往昆宁 却不想错过了时间 博主也解释了他们 为什么会错过火车 因为光头的签证上显示的是一个小女孩纠正信息 被带进小房间询问的情况 光头很是无语 在这里 小编也想说一句 要是小女孩看到他的签证上是一位光头大叔 会是什么感想 由此导致几人晚点了 他到客服窗口寻求帮助 工作人员给他们免费换了4小时后的车 出来之后 他抱怨了这里连个咖啡馆都没有 他们只能在公园坐着等4个小时 终于要上车了 博主看着高大上的绿皮火车 他想起了 在网上看到很多人说 中国的火车是世界上最好的 现在他要看看是不是夸大其词 现代化的设计很有科技感 车厢内干净整洁 温度适宜 博主说中国的火车的确很棒 有点遗憾的是 他和他的小女朋友的座位是分开的 看到车内的人都很安静 博主有尊重高点文化 小声说他要暂停录像 下车后 博主说中国火车确实名副其实 速度在250公里每小时 5个小时的车程 4个小时就到达了 但是路上有个小插曲 就是隔壁坐的 总是有人向他打喷嚏 他还喷了消毒水 他是有节目效果的 刚走出出站口 他们很是开心 但是马上他们就笑不出来了 因为他们已经出车站 走了15分钟了 居然还没走出 卡特琳娜说他已经机长路路了 已经走了20分钟了 还没有出去 现在他们还没有办理中国的手机卡 手机还没有网络 现在只能跟着人流走 博主说 没想到中国一个小城市的火车站 都有如此规模 难以想象北京 上海 重庆这些一线城市火车站 会是怎样的宏伟 终于走出车站 找到出租车 最大的问题也来了 司机不会英文 也看不懂他们要到哪里 聪明的光头找到了外援 几人才成功上了车 在到中国之前 博主做了详细了解 最主要的是 中国有自己的软件 他在手机里准备的支付软件 你叫什么名字 你叫什么名字 我会说中文 中文 哇 there you go 中文 你看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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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啊 nice people 拜拜 拜拜 第一次扫码成功 博主很兴奋 看到价格实惠的22元 他觉得太少了 于是拿出一点小费给司机 就是小小举动让他很感动 他从没想过中国人如此质朴 现在他们要去酒店 根据酒店的定位 他们却不小心走进一家购物中心 卡特琳娜认为酒店就在这里面 博主说这怎么看都像商场 于是他们寻求商场保安大哥帮助 保安大哥将他们带出商场 并指引了正确的方向 十分钟后 博主终于找到酒店 终于找到房间 看到还有人脸识别 博主感叹 真的很有未来感 窗外是璀璨的城市夜景 房间也很现代化 他对这个35英镑的房间很满意 特别是像网络一样的马桶 博主表示 他甚至可以在上面待上一整天 现在要是来一份印度美食 我想应该可以满足博主的要求 稍作修整 两人就要出去觅食了 昆明的夜景灯光璀璨 街道灯火通明 美味的街头小吃 让他们眼花缭乱 一路长途跋涉 博主只想吃点清淡的面条 他们找到一家面馆 点了两碗面 还有一瓶啤酒 已经饿了一整天的 两人开始大口朵頤 第二天 两人要去小人国 坐上出租车 米英导航又让他们大开眼界 前方右转 这些人是在未来的 什麼是這個技術? 我不知道,但我會喜歡如果我的車跟我說話 哇! 這是我們移動最靜的車,我們移動 我們英國人認為我們移動 等待你到中國,我們很遠 我們基本上是在空間 看這個技術 這麼靜的 看電視,我們有三個電視 可以選擇 我們在車上,我們要叫我拍照 因為他不能聽我 但不是在車上,我會說很靜靜 所以他可以聽我好 我們在車上,我們走到麒麟 我們走到麒麟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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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叫它,這個王國 我們來看看 到下車,博主還意猶未盡 工作人員告訴他們 11點辦廣場有表演 小美卡特琳娜迫不及待要去看演出 不冷,你要冷,我把衣服借給你 你冷嗎? 我會給你我的衣服 哦,不,沒關係,謝謝 謝謝,謝謝 好的,不錯,謝謝 謝謝 在路上,他們遇到一位真性情的大叔 博主再一次感嘆中國人的友好 來到廣場 雖然他看不懂舞臺上的表演 但他感受到了 和歐洲完全不同的文化衝擊 這在歌在舞的場景 讓他見識到什麼是人人平等 到此 博主的昆明之行也落下了完美帷幕 下一站 他們將前往魔幻之都 建設重慶的混亂交通 好了,寶子們 今天的視頻就到這裡了 下次各位寶子們想看什麼 請在評論區留言